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想而知 夏宇竹得知任志元死去的消息之后 又是一场死心烈焙的痛苦场面 只是现在的他比以前更成熟 也更有扛压能力了 夏宇竹在与任志元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他也更明白了真正革命的意义 所以他会很快的再一次站起来 并继续任志元的革命任务 真正成长为一名拥有坚定革命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 而男儿去世下线的时候 离陈晓饰演的公子哥小军后再次上线也不远了 与夏宇竹有个简单接触的小军后 这一次回来之后 便会对有着重大变化的夏宇竹另言相看 甚至为夏宇竹的勇敢所动容 他不仅违反规定帮助夏宇竹 还渐渐的与夏宇竹产生了感情 两人就这样成了真正的迭战情侣 一起并肩战斗 共同为了民族复兴而奉献青春 而该剧除了上面这些人的牺牲与奉献以外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那就是夏宇竹生命的丫鬟 顾双菊 最新剧情中 善良的顾双菊为了让怀孕的小姐 不再被缠忍地拔指甲 他不惜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筹码救回小姐 看见他可怜地躺在坏人沉得道床上 眼泪默默地往下流失 小冰内心一直非常的心疼 然后自己人身体换完小姐那里 世上也是没有几个能做的了 可见顾双菊对他家小姐的真心 该剧不仅有各种不同的虐心场景 还有更多惊心动魄的场面 随着剧情的高潮进入 也越来越紧张